白衣女子踏進超商 身體不停扭動 還沒戴口罩 店員勸不聽 只好報警處理 挑釁警方動作還越來越誇張 案發在新北市新店22號下午2點多 49歲的楊欣婦人 堅持不配合防疫 警方研判她有自傷傷人之餘 通報消防人員將她強制送衣 先把口罩戴起來 好啊 戴啊 哎呀 她這樣要 大鬧超商最後被上銬帶走 沒戴口罩再推一張罰單 本土疫情緊繃 但類似情況天天都在上演 對不起對不起 要去上班我趕時間啊 這一張 我有防疫哦 哪裡哦 沒口罩也沒安全帽 騎士被攔查 乾脆用衣服套住頭 讓員警哭笑不得 要騎士爆出身份證資料 一查發現市民妨害公務通其犯 你什麼通啊 我沒有通啊 哎 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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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戶口警方借連兩天執行取締 未戴口罩勤務都意外查獲通氣犯 這名犯下竊盜案的男子被來時還想裝傻 你通了欸 你又通氣了你知道嗎 來啦 你自己下來啦 通氣犯被逮捕歸案 鮮良額溫全身消毒 確認沒問題再送進警局 通氣之聲在外趴趴走 恐怕沒想過會因為沒戴口罩 栽在警方手裡 TVBS新聞陳世民捷運席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